大家好,欢迎收看下午3点45分的节目 提提大家,这一节节目是录影的 录影时间是下午2点52分 逢星期五下午这节节目,我们与大家玩些特别东西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讲一下奇怪 细形股份 究竟有什么可以炒的 所以大家自己留意 首先,开始之前与大家检阅过去这两个星期的节目 逢星期五这节节目中,讲过的股份 有些都挺爆的 分别是2360 我记得是Vivian介绍的 优品360 我们经常行这家 起码对它的业务有足够认知 股份今天又升6% 去到3.33 今天而已 不是的 你看看这个图,又破顶了 既然我经常说 买半身股最正的地方 上方没有鞋货 破顶没有顶 半身股就是这么容易玩的 所以目前这些位置 你看看 当然 今天成交不算很够 玩法在于 较早之前 例如在3月13号 大家都看到 13号的时候 股份有个高位收在3.21 玩法都是这样 你不要跟我讲高 当然我不是跟你讲无限 但情况就是 站稳前顶 再看无顶 站稳3.21 你可以买,但要严守3.21 就是这样玩这些半身股 没得股顶 这些是2360 优品360 第二个 我记得上个星期才说的 其实呢 我上个星期将这个节目条链放上网 我都是CAP这一幅图的 399 美的置业 我说漂亮啊 打横一条龙 上市半年都是16元 跟着突破 再凝起 就走一条新路出来 没得股顶 那股份现在多少 暂时现在呢 股份是正在升 7%的 就去到20元 你想想 突破16 追入 好了 你问我 那现在怎样做法 那是不是又是现在做 然后怎样不股顶 情况就是这样 总之用前顶 譬如 我这里没有明显前顶 譬如 难道真的用回17.96元 如果输2元 你可以尽量拉近一点 用上一支足 18.72元 即是说 过三单线 没有顶 但这个要 Aware 就是说 股份今天 收市的时候出业职 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业职 因为它第一次发业职 就是它出上市半年 而且也不是特别熟悉这家美的置业 所以 信心 不是很大的 不是说基本因素 说投票因素 那这些股份 又是 爆上去 半身股 破顶 没顶 是口缺来的 去捉这些股份 大家自己留意 这些股份 回顾过去 有两个号码都挺重的 今天我想轻轻说四个号码 四个号码 第一 你记住 我们这一节 不讲基本因素 1337 雷射 雷射 当然 他简直是不讲基本因素的表表者 因为 他讲什么基本因素 钱又不是赚 又不是 简单说 我都不知道他做什么 这样 好了 就是做手制 但是 找大致 不是 好了 你知我怎样找移动股 找成交 你看到 两支竹 之前两支竹 你自己看成交 两支竹大成交 情况就是 巧合地 今天星期五 就是今天 第3日大成交 估计没有突破 但是 谁先进入3天 你要想这件事 这只 记不记得前顶 1.67 1.67 这些前顶 现在 1.66 厌格是未破顶 亦都没有人 包破顶 但是 无端有3日大成交 是不是要想 如果想想的话 我可以说成交已经ready 其实你可以偷步 你说不喜欢偷步 站稳1.67 买 但我怕第二天一开 可能1.77 你已经没得好说了 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推介股份 我与大家玩图 看图 技术分析 这些全部都是 没有基本因素 我特别歧视 新经济 蝕住上 没有盈利 你知道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我过去 从来都不喜欢 这类股份的 基本因素 但是 没有的 我现在不是说基本因素 这一节 我就是要添味道给大家 就是要和大家说些炒味浓郁 你管它 赚不赚钱 你赚钱 就行了 好了 第2只 今天会告诉大家的推介 不是推介 1349 这两只 接下来 抹着一叠上的 1349 复旦张刚 这个图不漂亮的 但是 有 有调味料的 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它忽然之间 那么爆 你看到 1月开始起步 那时 4元未够 接着去到 若获3月初的时候 仍然是6元 突然间一个列口去了7元 7元之后上到8元 8元之后下回7元 什么事呢 科创版 当大陆在说 科创版开了 你有没有香港人 想回大陆上市 复旦张刚 第一个标的头 他就说 他想 好了 6元 即刻变7元 7元即刻变8元 不过 中间有些 QK 8元出大陆 下回来 好了 那几天都大成交价 我现在战口指着这几天 大成交价 好了 你说 怎样 即是散了 玩完了 没有人说玩完了 亦都这么说 既然 我用红色 既然在列口之后 7元 这件事是没有再穿回 简单说 6元的时候 他未说科创版 一说科创版 他就值7元 因为他列口又高开7元 好了 他到现在都收到7元 其实即是说 是否 as long as 有科创版 这件事 它是 会企到7元 他现在7至1毫半 投机性 这只还投机 其实老实说 福旦张刚做弱的 但详细我真是不知道 问题在于 生物科技 公司方面 如果你看回 他一些背景 有没有盈利的 全年顺利1.5亿 人仔 按年增刚刚一倍 这样 OK 不是亏东西 还多个科创概念 所以 留意着 7元这些位置 如果我真的很想 买现价 行不行 即是浪费 毫半字 书值都是毫半 一穿即走 书利不死 但是会怎样 Upside可以真是看回 之前的高位 之前的高位是多少 8.54 所以 这些东西 你问我 我又不会急着买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 不是站稳哪些位去买 我最喜欢 是 洋竹先买 即是说 在低位 可不可以 给少少 低开高走 高开高走 那些情况 才买 我会这样去做 所以 大家就自己要留意 原来 可以等多一会儿 第四只 为什么我说 一叠上 因为第四只 都是科创版概念 第二个标出来的 香港仔 跟阿爷说 我来 中国通豪 但是你说 都不炒 又没有裂口 大阴烛又有枝 衰得贴地 是不是 的 好了 那我就告诉你 是呀 他就是那支阴烛 那天公布的 但是你说 为什么 完全 同人同命 人家 一公布科创版 你就立刻由6元变7元 7元变8元 这只 一公布 说 想 由七个半开出 当日已经收6.62元 都没有了 9毫 然后还要多 三天 即是四天 阴烛 原先的横行 拘穿了 有没有搞错 这里牵涉一点 所以说 不确定性 公司是说想 他还出了业绩 3月29号全年顺利 35亿 按年人仔 升 5.8个百分点 但是 他是想 董事会想 即是Bot想 但是 要股东会通过 股东说不制 就不制 所以 市场是否真的觉得 他有点 即是你说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你的股东不肯过你 如果不肯过你 就不是 什么时候开会 4月11号 4月11号 即是说 现在好像得过港 到时 如果真的 OK 可以 那件事就爆了 爆上的 如果不行 就是现在 不行 我估计它又不会爆下的 就当没事发生 我说过不行 你就当我没说过 不会比我没说过 这样的 所以 情况就在于 你又儘管看看 有没有得 玩一下 这类型 这两个 就 炒一叠 一只可以 一只暂时 不行 这些叫做 科创版概念 股份 好了 最后 今天给大家的 一只 我经常说 炒卵炒牛熊 好像吃白粉 这次不是吃白粉 这次是吃大麻 内地 很喜欢炒工业用大麻股 香港概念不多 唯一这只 就有了 你留意下 他在3月14日才再出通告 他早就有大麻业务 他说 留意到近期 工与工业大麻的业务 就受到投资者惯注 公司是会不断 随着海外 某些地区工业大麻合法化进程 而不断加速 以大麻二分 我不知道是二分 还是二分 来做代表的大麻数 在医用和消费领域上 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积极 乐观 预期 扩大云南看数 在大麻 这个领域上面的投资 简单说 他再一次告诉你 对了 你炒我就对了 因为我是会继续投资大麻的 所以 你见股份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 大陆这期 全部爆炒大麻 但是情况就在于 哇 这只股份多厉害 2月初 4毫不够 后来 1个1毫6 都有 1个2 即是一倍半 然后 老实说 不是叫你现在立刻入 有小小位 关键的 这个平顶 这个平底 98 如果不站起98 我不太理想 今天第六 86 很差 现在 暂时 市升 其实市升 不是市跌 真的不关 大家知道老鼠 美税 又不是指数成分 是吧 96 但都未曾 估到98 我要的是估到98 OK 所以 这些 很投机 完全不是平时的东西 但 有些特别的东西 你看看 好吗 今次节目到这里为止 我再一次重复今天的 不是推介 是点题 有个2360 就是优品360 3990 美的智业 1337 雷蛇 1349 復旦 张刚 再炒一叠 3969 中国通号 还有 最后 拉脚 2327 美税 健康国际 今天 点题 就是这么多 这节目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一 早上9点15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